哈喽 大家好 我是 阿圆 哇 洗一杯 洗一杯酒 没有拿CAM 拍VLOG了 这样 今天有一点 心血来潮 有点来CAM 了 那个当初拍VLOG的那种 那种感觉 那个灵感 那个感觉 那个感觉 所以 就有这个影片了 今天这个VLOG的主题叻 我从来讲起了 今天这个是一个 大工程 为什么我讲大工程呢 因为我们要 换家里三间房间的 那些家室啊 然后全部三间房间 换到完 不是从旧的换行的 是 这间房间换去那间房间 那间房间换去那间房间 那间房间换去那间房间的意思 所以 你们懂啊 Cherry怀孕 然后在华人的帮当里面来讲呢 他又不能够 搬东西 然后我搬东西的时候 他又不能在 所以就变成 Cherry等一下就要 先 回避一下 他要出门 然后我就一个人 在家自己 搬这些东西 搬好了过后 他才可以回来 这就是华人的帮当 你看 所以 今天就是我一个人的战斗 先跟你们讲 今天的计划 是要做什么啊 现在我们的家 稀别稀别乱 你们就 讲究一下 OK 我们的家 就有三间房间 这个是 客房 这是我们的主人房 然后这个是 衣房 专门用来放衣服 因为我们的衣服 西北多 然后 西北 乱 哦 衣服真的是 太多太多了 所以 这间房间呢 对我们来讲 已经是不够房了 所以你们看到 地上一大堆的衣服 都已经是不够房了 然后 不够房到什么程度呢 把衣服放在这边 客房 所以在连客人 有时候要来组我们家 我们也跟他们讲 我们的客房 已经不能够为你服务了 因为你看 西北多衣服 所以 我们打算 把这个衣服的房间 这间衣服房间 移过来主人房 因为主人房的空间大嘛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衣服房间 移过去主人房 然后主人房 就是我们平常睡的房间 换过来这间房 为什么呢 因为这间房间的 采光比较好 采光 因为我们想要给 baby 就是 不要在太暗的房间里面睡觉 因为在太暗的房间里面睡觉 我感觉好像 身心灵好像不是很健康 所以就把 就把我们的主人房 换来这间房间 然后我们会跟 baby 一起睡 然后这一张床 就要换过去那一边 也就讲这边 会变成之后的客房 所以你们讲啊 这个工程 是不是很大 然后 我一个人 要搬东搬西 所以 如果等一下在不能的情况之下 我就要 call 我的 brother 叫我的 brother 来 做我的救病 来帮忙一下 现在要把这个床架 拆掉 然后你不可以再了 是啊 我要下去了 你要拜拜 sayonara 对 你要搞急救 你晚上才可以回来 所以 我一个人做 搬这样多家私 现在都已经要傍晚五点了 你觉得我可以在两 在晚上之前做完美 那一刻 是不是 很喘 然后又灰尘很多 然后我又鼻子敏感 所以我一定要戴口罩 把刚刚那些衣服 搬出来外面这边放着先 然后 我的鼻子有点敏感了 因为 我刚才跟你们讲了吗 我对灰尘很敏感了 所以 刚才我忘记戴口罩 然后去收拾一下 然后再鼻子就痒痒这样 OK 现在呢 我已经叫了我的 旧病了 我的旧病就是阿王 叫他过来帮忙我 拆这些床架 然后跟我一起 搬这些东西 然后我现在就先做一些 我一个人能够先搞点的事情先 你们看这个人 像他下去楼下找个地方等 然后他好像去度假这样 你看他到路上去 Netflix 到路到晚 然后 他打包他喜欢吃的臭豆腐 OK 我要我要去 哇 汤塞咖哑 加油啊 HAPPY 哦 很像去度假这样哦 又到路西 又买东西去车上吃 因为我叫他去车上等我 然后 这个一等应该至少要等 最少都要两个小时 我觉得 等一下在车没有限 是 所以你可以把你的连续剧追完 OK 现在已经晚上了 7点半这样 然后 诶 这个衣服不用拿掉吗 噢 我的旧兵已经来了 我的 滚羊兵 以我5年半有7件夹的致命 你找我时间 看到吗 聪明的选择 找阿旺对了 OK 所以现在 我们要先把这些衣架全部移出去先 然后 刚刚我自己就 把这个床拆到一半 然后 等一下 就要阿旺帮我一起钢 把那个床移进来这边 因为这边会变成客房 所以现在我们要先把这些衣架全部拿出去 你看 有阿旺 5分钟 2-3下功夫 把他拿完出去了 哇 这不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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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过是干燥啊 其实 这不是 用力啊 哇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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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现在我们拆好这个下来 现在要把这个床 移进来里面 这边已经空了 干净了 好 按这些东西 妈 这个东西 我有一个人 真的不懂我要讲班 OK 经过了大概 半个小时多 然后我们的进度 如果讲100%的话 我觉得现在应该有60% 客房这边已经 抹干净了 然后 等下这些东西 小样的扎一下就搞定了 然后剩下 这个房是 我们要睡的房 已经清空了 也抹干净了 那地上干就把 那个主人床移进来 然后现在剩下就是 要把这些 衣服 衣架 全部移进去 OK 我们现在终于把这个地上 蛮干净了 哇 我已经三年没有看到这个房间 这样空了 然后原来这边的窗口开起来 对面的风景是这样的 这个风景我住在那边三年了 没有看超过五次 因为这个窗帘 从搬进来到现在 都是一直盖着的 然后 也就是因为 因为这个窗帘一直盖着 然后如果打开的话 对面又很明显可以看过来 透明度是 基本上算是自灵的 所以就觉得很没有隐私 所以 这也是其中一个原因 我们要换过去那个房间 因为那个房间窗口开 对面不会有人看到过来 然后 一般也是因为 想要采光好一点 所以换去 OK 各位 今天是隔了两天 就是你们刚才看到那些片段是前天的 然后昨天我跟Cherry就是大概收拾一下那一间 衣服房 然后今天 我们就 昨天我们就从IKEA那边订了一个床架 然后今天这个床架已经送来了 昨天一定 今天就 送过来了 然后现在呢 我就还是一样叫Cherry 先去车上 先去楼下那边 公园那边 去避避 然后等我 装了这个床架 然后今天我还需要装的是baby的床 所以 我要装好这些东西过后才可以叫Cherry上来 这个床架 easy job啦 这样小个 然后这个床内 我们的双人床 我就把它翻去后面 因为我要有足够的空间装床架 是吗 Honey Honey 是吗 是哦 牙尾巴 OK OK 我现在就先装床架 然后 这个过程应该也没有什么好看的 我直接给你们看结果比较好啦 OK 所以我先装好先啦 OK 我刚刚 装完了 房间的 床架 就是我跟Cherry睡的床 然后现在我要开始 装 包包的床 我已经把它的那个 箱子拆开了 所以我现在要把它里面的那些东西拿出来 然后 就开始 动工 哇 真的是 一片狼藉 现在已经 8点10多分了 我剩下最后一个 这个厨 就是帮 baby 换尿片的这个 它装起来 是 这样子的 so baby可以躺在这边上面 帮它换尿片 换衣服之类的 然后下面还有一些抽屉可以装它的东西 然后刚刚那个baby的床叻 已经装好了 带你们去看一下 OK baby的床已经装好了啦 它有轮子可以移动的 这个baby的床 还OK 一个人装的难度不是太高 至于这个叻 哇 它的说明书 比刚刚那个baby的床还要复杂 你看它的说明书 你看 比刚刚那个baby的床还要复杂 复杂多一倍我看至少 OK啦所以我现在继续装掉它先 因为cherry在车上等很久 所以 我要加快脚步 OK各位 经过了大概一个星期左右的 一点点一点点的收拾 终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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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我的三间房间都 算是整理好了啦 然后现在就给你们 看一看 给你们看一看我们 收拾好过后的三间房间 现在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状态 首先先给你们看我们的 现在睡觉的房间 在我的左边 OK 就是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啦 sorry啊各位 这个床单 因为我昨天才洗 然后拿去红杆 然后它出来过后变成这样皱 像咸菜这样 所以就用来一个床盘啦OK so baby的床咯 我那天装的baby的床 然后叻这个是那个 帮baby 换 换衣服换尿片的那个出柜 OK我们暂时先这样子放这先 然后 cherry还去 online定了这个窗 这个网纱 窗帘的网纱 因为他觉得窗帘 有窗帘没有这个网纱 不够好看 所以 我们就 装了这个网纱上去啦 给你们算 这样子看应该是很背光 然后整个房间看起来暗暗这样 不过实际上 你们看我现在的 脸的光线 这个房间的阳光是非常充足的 然后现在给你们看看我们本来的衣服间 现在变成了客房 OK 这个是 本来的衣服间 现在变成了客房 然后这个我就暂时 先这样子放这 因为这个是baby的car seat 还有他的那个 推车 然后之后要用的先放在这一边先 然后赶紧把他移过来的这一边 然后之后客人来就可以睡这边咯 OK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 原本的主人房 现在变成了我们的 衣帽间 可以进去 然后勒 我们就把所有的衣服 全部放在这一边 很像去 很像去什么衣服店要买衣服这样 OK 然后把那个大面的镜子 放在这一边 然后这一排 是我的衣服 这一排是我的衣服 然后这边全部是Jerry的衣服 这边是我们的睡衣 然后我们把它做成这样子 可以走进去 选衣服 这样子 走来走去 然后 这里是 我们的 裤子 然后这边还剩下一点点还没有收拾 OK 成果 大概就是 这样子啦 然后至于客厅的话咧 也没有什么改变 然后昨天咧我们就有叫 重点女佣来帮我们 增建家 深度清洁了一轮 所以 接下来就已经做好 完全 做好准备 等 迎接我们的 baby的到来 之后的日子 应该会是很忙 很充实 很累 然后 很幸福 很开心 我喜欢是这样子啦 希望不要 我跟确丽两个人搞到精神崩溃啦 OK 所以今天影片到备结束啦 Bye Bye 各位我们下集见 现在的影片应该是 应该是baby差不多出来了 影片